大家好,我是维维安 今天又来到我的多肉园地哦 今天我要介绍给大家的是 不同的盆 有什么差别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 陶土盆 它是属于比较透气 看起来又比较有欧风的感觉 我是觉得这个是蛮古典的 接下来 这是玻璃盆 我是把它废物利用 玻璃是当时之前是装了一些食物 然后就绑上丝带 但是用玻璃盆要小心 因为它不透气 所以在控水方面必须要好好的掌握 接下来这是磁盆 看起来很古典吧 中国风的味道 所以通常都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盆景 第四种呢 铁盆看起来是比较粗犷 我觉得效果也挺好的 因为它可以把热聚集在中间 基本上我用了我也挺喜欢的 第四种塑胶盆 那当然就不用说了 我们在外面买的几乎都是塑胶盆 通常我们买回来之后 会把它装成各种不一样的盆 像我目前这边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盆 然后把它组装而成 所以看各位喜欢什么盆 或者家里有什么盆 都可以拿来利用 在现在这个疫情当中呢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多一点事情做 OK 那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